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你们真晚 快时一点了 迟迟不回家这两人 都回来了吗 又上赌 啥呀这是 买的花 先放着吧 先放下 我俩先去写个信 然后来信花 写信 这也没错 我给你吃了 我去吃 旁边 就是 我来给你 我来看 是吗 有没有 我来看 你把我来看 你来看 你来看 我来看 走 你在找人干啥 他就在那嘚瑟呢 约会的时候不是那个说 你看信就知道了 他肯定是告诉人你信够了 干这个的他肯定是 满屋找人 满屋找人 让人开心 双臂都开开了 状态又回来了 状态回来了 又是一条好汉 你好 你好 你可以看信了 想定吗 对啊 好 还真是 什么都被你猜到了 有点期待 真的吗 不要期待太高 万一 刚好七个 你都要好好来叫我 弄花 好 慢慢来 好 几件的那次 那次是他们第一次深度接触吧 然后包括高兴还给他拿了筋膜枪 是吧 这是刚来的 就他车开的那次 对 教他怎么开那次 是的 这是打完羽毛球之后的第二天 不是又去运动了吗 就是什么蹦床什么的那天 一起跑步 一起兜风 一起完成了红烧肉 这份很甜 无论是在小屋里还是小屋外 对 这是那个总结的那次 倒数第三次吧 你看称呼叫信信 然后现在也不是已经变了吗 美女帅哥的开始叫了 感觉每一次约会更靠近你 非常开心 轻松 回来路上我开着车 你放心睡着 很日常 很温暖 期待接下来和兴兴同学 有更多的约会 这个是今天的 这是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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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完信之后 我发现他其实没有想象的大大咧咧射牛 其实很多小细节他都会关注到 并且记在心里 一步一步给到回应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他还挺务实 我更加确信他的心意了吧 知道自己的一些举动或者是言行 传递出来的信息是正确的 高兴的信全是从小猪子来的 这个要咋弄 来吧 朋友 放哪儿这个一阵阁 抬哪儿去 先抬到那边 可以 回来 回来 我在那边 理了半天顺势 比出来了吗 你穿了 怎么样 鞋的是不一定认真 字数确实是多很多 然后呢 只是字数吗 真的是的 你想说什么呢 没想说 这个擦件 你来帮我掰叶子吧 怎么掰 放这儿 我来放水里好了 你告诉我怎么办 像这样一只的话 下面这些叶子都是废的 你把它掰掉就好 有一片或者一两片 这种小叶子就不用掰 这样 对的 那下面要剪吗 要 但是只有一把剪刀 你掰完给我 这样是不是可以 可以 我以为这里都要剪吧 哎呦 哎呦 哎呦呦 倒了呀 怎么倒了呢 雪可宝了 哎 哎 嗯 哇这个好硬啊 嗯 玫瑰都很硬 果然带刺的玫瑰 好嘞 我抱过去啊 你拖到边上就可以 这儿吗 嗯 你放边上就可以 今天和小猪去花市买的花 然后现在刚醒好花 他们俩还有共同的兴趣 对 拍拍视频 对拍Vlog 行人赶紧休息 晚安 好 好 嗯 鸡蛋